每年一道综合所得税报税的期间 大家都在问到底是台北还是新竹 可以拿下天龙国的称号 其实近几年都是新竹来拿下 而且2023年新竹的关心里 更是平均综合所得来到了374.7万元 成为全台最富有的地方 竹科园区的发展 吸引科技新贵在这里定居 近几年AI的兴起 更带动整个区域快速成长 连续四年拿下第一名的新竹关心里 紧接在后的是台北市林的永福里 新竹县中心里 前三名几乎没什么变化 不过前十名越来越多都是由新竹人霸占 台南善化也曾经挤进前十名 因为竹科确实带来不少投资量 移居善化人口逐渐增加 44%的人从事的是所谓的资讯科技业 那这个族群的人呢 他们的薪资中位数更是来到了128.9万 等于说是拉高了整体新竹市的平均收入 台北市他们的收入 总收入虽然是低于薪资的平均 是低于新竹市的 但是呢 如果以总体的所得收入来看的话呢 台北市民平均年收入是175万 还是略高于新竹市的172万 那主要是因为 其实除了薪水的收入之外 可能台北市民会有其他 比如说像是房租啊或是股票投资等等的 其他的镜像 如果再看所得主层会发现新竹人都是以工作技术 专业所带来的薪资为主 比例上占了76% 而台北人则是占61% 他们其余的收入来源 有部分民众把钱投入股市 从中获利 虽然从数据来看是如此 只是台北的上班族真的是这样吗 现在是主力是以ETF为主 那还有一些是少部分的债券 个股的话就是采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来投资 因为毕竟第一个我们是商班族 所以一开始其实有想说要投资房地产这个部分 但因为实际上实际的收入不允许 所以只要先从股票这个地方来进行 因为刚好碰到ETF的关系 尤其是去年台股ETF大爆发 所以有进场 然后就采取了第三种不同的投资策略 就是采用不定期不定额的方式来进行 新竹的人口他们的结构上 年龄也比较轻一点 就是比较年轻 所以相对的他们能够接受的波动度会更大 因此在个股的选择上面的话 电子股就是比较活泼 所以我们也有观察到 确实我们自己服务上的客户 新北跟台北会比较倾向于配置在 波动没那么大的股票上 而新竹的这些科技新贵 他们就比较愿意去承担风险 来去换取更高的报酬 手头上有点钱 能从薪资以外有多一些被动收入 成为近几年上班族都向往的趋势 根据统计 又以双北台中台南新竹以及基隆 把资金往股市投入的占比 确实较为多数 不过新竹人依旧是以薪资占所得的大部分 还有一个因素是房价 过去台北的房子交易总价中位数 2019年就来到了2525万 要不吃不喝16年才可能买得起 相对的在新竹当时750万就有 可以下手掌握的不动产可能比较多 如果在早些时期 新竹还没有那么蓬勃发展时 房价相对更低 但现在涨不惊人 那相较于其他的投资标的而言 黄运不动产的价格 在那个时间点上面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所以他们在购置的医院上面会比较高 可是因为这几年下来 就是新竹的房价不断往上走 所以就可以观察到 他们从最早期的可能从新竹市筑北 那到现在大家已经外扩到 比如说像是宝山 要投资当然就要放在比较可以掌握地方 而房价最近明显往上爬 还有新竹县市的幼年人口比例 在少子化的趋势下为最高的地方 对于购物需求年年增加 从各种数据来看 新竹俨然已经成为天龙国2.0 TVBS新闻中德荣歇文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